七年解冥 不知是方文有意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一到十六节 耶稣被定罪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 又挨近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 订他十字架 订他十字架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订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彼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 我有权柄 释放你 也有权柄 把你订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罢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该撒的忠臣 反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该撒了 彼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华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有五正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哪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 去钉十字架 在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耶稣 在彼拉多手下 受尽各种的屈辱与刑罚 最开始的时候 彼拉多想用鞭打的方式 解除犹太人的仇恨 就想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彼拉多多次想释放耶稣 我们看到最前面一章当中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你们要巴拉巴 还是遇耶稣 让他们在中间做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 他们还是选择了巴拉巴 彼拉多认为耶稣经过 罗马的鞭形 还有罗马兵丁的戏动 犹太人就会放过耶稣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也看到 耶稣经历过这么大的痛苦 受鞭伤 并且还要被戏弄 还要被审判 罗马的鞭形分为两种 一种是比较轻的 用于教训受刑者 比较轻的一种罪 或者只是一个警告 还有一种是钉十字架之前的鞭形 耶稣在这里所受的是普通的鞭形 为了消除犹太人的仇恨 但是最后耶稣被钉死罪 并且是最严重的刑罚 与其他福音书所记载的 如果结合一起去看的话 耶稣有可能会受了两次鞭形 耶稣第二次的鞭形 就是打在他的背部和全身 他是在被钉死罪之前的 优先执行的刑罚 通常鞭子是套着千球 或是羊骨的鞭 人会被打得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在一刻不停的抽打下 最终骨肉分离 圣经记载 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就受过这样的刑罚 才被钉死 耶稣不但受了鞭形 也受了罗马鞭丁的折磨 罗马的鞭丁也是一群 非常残暴的暴徒 他们对待犯人 是没有任何的人性和怜悯的 他们对耶稣又戏怒又苦待 在这里耶稣被带荆棘冠冕 这也是非常残忍的私行 荆棘非常的长 刺透皮肤 给犯人身体上带来极大的痛苦 又带来精神上的煎熬 耶稣经历过这么多的痛苦 彼拉多想着 那些宗教领袖 应该放下他们的仇恨了 可是这件事情 结束以后 犹太人与宗教领袖 他们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 并且用最残酷的刑罚 来表达他们内心中的愤恨 见当时的犹太人和宗教领袖 他们内心是多么的仇恨耶稣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人性是这么的可怕 真的是所有的邪恶 与人性的败坏 在这时刻当中 全部彰显出来 耶稣说 把耶稣交给彼拉多的那人 罪更重了 因为那些宗教领袖 他们真的只是外表的敬虔 却没有敬虔的实意 就现在 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说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违背父母 万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禅言 不能自曰 性情 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万为 自高自大 爱艳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保罗所说的这些人性 在这个时刻当中 都彰显出来了 其实不单单是指 当时的那些犹太人 那个时代的人 保罗说的这些话 也指的是 这个时代的人 就是今天的你 还有我 正是我们的邪恶 与仇恨 和人性的败坏 把耶稣定在了十字架上面 虽然经历这么多痛苦的耶稣 耶稣还是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可以看到 耶稣被定罪 是父神的允许 并且是父神要透过这些 罪人的手 来成就上帝的旨意 完成耶稣基督 拯救全人类的计划 虽然这个世界的政权 与人性的败坏 是无比的丑陋和邪恶 但是耶稣依然选择了沉默 耶稣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反抗 就像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他选择了顺服 他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内心当中 对上帝的顺服 就像大卫所说的 若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耶稣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父神 在父神的允许当中 也看到父神要透过邪恶的政权 来成就上帝救恩的计划 也同样在伊赛亚书53章第七节 说到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 真的是沉默的羔羊 他默默地走向十字架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我们人类邪恶的碰撞 透过今天的神的话 让我们一同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反思我们自己 曾经的那些宗教领袖 不就是今天的我们吗 耶稣为你还有我 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为你还有我 而选择了顺服 他选择了沉默 就是要成为逾越街被杀的羔羊 为了担当你我的罪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一致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承认我们内心中的丑陋和败坏 求神来赦免我们 来接纳我们 因为是我们的罪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让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 来等候神 愿上帝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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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